记者欧宿美台中报道,风源高中美术班今天起在台中市葫芦敦文化中心办理梦画毕业展,学生作品含阔古典及当代艺术表现面向,美材则包括西画、水墨、书法、版画、设计与复合媒体,透过梦幻现实转换的画景引领观者一同经历18岁纯粹的青春故事与成长旅程。 风源高中美术班是立于1984年35年来持续培育艺术精英学生及校友与美术相关领域及国内各大展览竞赛皆有杰出表现,专任老师王行皆为第一届毕业生,首次成果展及30年后的学生毕业展皆在葫芦敦文化中心,身具意义,作品好时光一起蒙恩师黄毅勇行貌入化, 对老师奉献一生致力传承美术教育的崇敬念怀。 学生卓郁勤的水彩及版画创作分别或全国学生美展台中是出赛第一名及全国佳作,作品尽深陷如废墟般荒芜寂寞的生活。 借着改变心境重现美好风景,版画就属解放昆于龙中猫头鹰的双手,对应沈浴色则铺沉出森林的凶险,一指自以为是的偏颇善念将导致负面结果。 杨成燕以蓝色基调渲染出深夜陌生孤极氛围的寂寞之声,透过抽象一项表达高一时期的不安惶恐心情, 诗可逆时光记忆以鲜利明朗的色彩与细腻线条交织出一幅书放星星的插画小品, 陈子燕首护则描绘信仰。 前程的祖父化身神灵默默庇佑佑佳人,风源高中美术班默化毕业展即日起至5月6日在葫芦敦文化中心展出。 欢迎民众从欣赏这批艺术新秀的作品中感受年轻世代看待世界的崭新眼光。